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俄乌战争的部分 这个是11月8号 乌克兰官员有说 俄罗斯最近几周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60次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引述知情人士 曾经在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服役的 切尔文斯基上校 就是北溪行动的协调员 他接受乌军高官的命令 换句话说 现在包含这个华邮 还有明镜周刊都说 乌克兰的军方就是破坏北溪天然气管线的元凶 我问一下韩兵格 这个部分对于未来俄乌战争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这个真的有人会相信这件事吗 你相信这是乌克兰人干的吗 我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吧 那个地方 那个海域又不是空无一人 那里是北约的防守重心 对一点 对啊 所以那个地方旁边的国家都完全都 被蒙在鼓里 完全不知道乌克兰干这种事 乌克兰什么时候有这么大本事 我怎么不知道 所以 我觉得现在很明显就是故意要甩锅 那这个甩锅在干嘛你知道 我觉得泽伦斯基要小心了 可以 他可能要被换掉了是不是 他如果做得让美国不满意的话 他就有危险了 因为美国现在很明显嘛 他全部的精力要放在尾巴这个地方 他已经没空在管俄乌了 所以俄乌这边呢 他现在做这些甩锅动作 是在告诉泽伦斯基 你最好听我的话 你不要给我乱动 你如果再给我乱动到处在那边走跳的话 可能我现在就把所有的泽伦 全部推到你头上 你就完蛋了 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自己真的要注意 老实说 泽伦斯基现在基本上已经 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了 你看他前一阵子本来 尾巴冲突的时候 一发生他本来想冲到以色列去蹭一下 结果以色列根本不理他 然后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他突发奇想 说要邀川普去 你去邀拜登最大的竞争对手去 你到底想干什么 结果人家川普也不上这个当 他不去 他说现在跟他交手的是拜登政府 这个我不方便 所以他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 对泽伦斯基来讲 他现在非常非常头痛 因为整个战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西方媒体没有在报乌克兰的战事 没有人关注我 实际上还是有人在报 因为乌克兰现在俄军一直在反攻 所以乌克兰其实现在状况很不妙 那问题是他不妙的情况下 美国跟整个西方国家 就借着这个尾巴的这个冲突 现在是刻意冷处理乌克兰 完全没在理他 你看他拨给以色列143亿美元那么快 结果乌克兰那600亿就被搁置 直接放在那个地方不动 所以我觉得泽伦斯基现在处境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 那至于北溪 我讲实在话 乌克兰根本没有那个能力 他也不要去炸 他去炸那个东西到底干什么 炸那个东西对他的好处是什么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嘛 谁有这个能力 谁能够动这个手 其实之前很多报道都已经告诉你 我真的觉得 你们把这个锅给乌克兰背也实在是太黑心了 好 今天那个报道当中写的蛮选的 他说什么小队用虚假的身份租了一艘帆船 而且使用的是深海的潜水设备 在天然气的管道上放置炸药 我继续再问一下这个院老师 你怎么样看这个消息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现在泽伦斯基有说 因为冬天已经快到了 很担忧接下来俄罗斯会攻击这个能源设施 因此他有敦促乌克兰的民众应该要先做好准备 我觉得这个消息应该分在两部分来看 第一个有关于这个北溪天然气管道是谁炸的 因为美国有一个华段邮报原来揭发水门事件的 得到普利兹奖的那个赫石 他说得很清楚 他把这个就是美国的突击队啊 这个深海啊潜水配合英国的一些部队 他讲得非常清楚 另外他讲了一句话我记得 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这个其实讲起来很明显而且很简单 做判断很简单 然后之后就没有人再说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情呢 其实他的动机非常明显 他的效果也很显著嘛 就是逼着这个欧洲的这个就范 尤其是德国嘛 让德国的话本身义无反顾的跟着这个西方国家 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一起反对俄罗斯 然后增援这个乌克兰嘛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从赫石发表的报告以后开始 但是对于乌克兰的这个阶级或是援助都是比较明显嘛 那这个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是你就是谈到说是这个乌克兰的反攻 其实严格来讲乌克兰原来是在今年的春季就要反攻 春季大反攻 结果偷偷拉拉的 结果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反攻不利 然后呢就是传出来消息 就是说反攻的策略都掉到俄罗斯手里了 好像那个时候一开始叫什么暴事 二行坦克什么 然后讲得多厉害 后来通通都已经掉到俄罗斯手里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目前为止啊 我们其实心里都有感觉 熟读历史人都知道 俄罗斯人打仗就在等冬天了 没有听说过跟俄罗斯交手的人也在等冬天了 就没听说过 那乌克兰的话呢 原来的话呢 俄罗斯人打仗等冬天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都不知道 那现在的话呢 这个泽伦斯基的话呢 也说明他的败相毕露 就说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他这个实际上我看到的消息 都是俄罗斯的这个反攻非常厉害了 那这个情况 当然我觉得乌克兰现在也发狠了 就是乱打了 就是也有一些斩获 然后第三点问题的话呢 就是他自己也感觉到非常有压力 其实乌克兰内部到了该改选的时候了 但他可能要取消选举 想要自己以战时领袖的身份来连续 那这个的话呢 因为他自己呢 要钱要不到 要人要不到 然后呢 既没钱又没人 还想继续当这个总统 所出现的结果 确实是让人感觉到 他变成了一个麻烦 因为他原来高调的时候呢 强调自己代表的就是一种西方对抗俄罗斯的这种第一个防线 那现在出现的一个结果呢 让人家感觉上呢 他不但不是个防线 他其中他有可能是个麻烦制造者 因为说是美国 不要说是搞第三个战场 美国原来的话 对俄罗斯跟乌克兰这边的话呢 因为俄罗斯本身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强调啊 这个从10月7号到现在的话呢 一个多月时间的话呢 以色列的用兵 打死的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打了18 9个月的这个 这个俄乌之列的冲突啊 远远超过 俄罗斯是持部长兵啊 一直把乌克兰当成兄弟啊 再处理啊 那个基辅丢了两枚导弹以后就停下来啊 没有像以色列对加上这种情况 把人赶到连那个什么加务病房 连那么患胜中心 都已经打得乱七八糟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乌克兰人心里很明白 俄罗斯是放了他们一马 拖到现在 下个冬天来了 这个日子不好过 那泽伦斯基本身为了自己的立场嘛 把这个话说得明白一点 老师我想问一下 你有觉得西方要把泽伦斯基换掉吗 西方有没有要把泽伦斯基换掉的话呢 我觉得目前为止不明显 最主要原因是要换谁呢 因为我必须坦白强调 普丁讲过一句话 说全世界贪污最严重的国家 腐败最严重的国家 乌克兰绝对是其中之一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那整个共生的结构都已经不太好了 要换谁呢 至少这个泽伦斯基会演戏啊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演得还好 换掉 当然是要换掉 但是要换谁呢 对不对 而且这个事情的话呢 再拖下去 你要了解 我们现在用这个逻辑来想一下 现在拜登的话呢 想要连任 如果他不连任的话 换谁大家都知道 川普一上来的话 他24小时就结束 什么叫24小时就结束 就是把泽伦斯基换掉啊 换了临时政府啊 或者说是让你承认 克里米亚啊 或者让你承认这个 对巴斯地区啊 都是属于恶国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能够接受啊 乌克兰世界也不能接受 西方世界也不能接受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换谁呢 连换都没有人换啊 这个麻烦啊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肉厂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堂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